我们知道一念一念的灵兽先是可以鉴定寿魂石 那超人囤了200多个寿魂石 鉴定出灵兽的概率只有1% 你们觉得超人能抽到两个以上的灵兽吗 开始鉴定 哇 不是吧 第一次失联就中了 一上来就给一只灵兔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吧 好 继续鉴定 紫色金破的概率只有4% 好 一个紫色 哇 又来一个紫色 再来再来 哇 两个紫色 感觉抽中紫色金破的概率很高嘛 再来个灵兽吧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超人能抽中多少个灵兽呢 可以边看边预测一下哦 哇 已经抽掉一半了 没想到这个概率还挺准的 玩一念逍遥最开心的 就是把囤的东西拿出来一起用掉 哇 来了 又是一个灵兔 超人真的是和兔子有缘呢 什么呀 又来了一条幽门胶 太假了吧 连续出灵兽啊 这运气真的是太好了 就连紫色金破也是疯狂的出啊 最后一个试炼出了三个紫色金破 看通告 萌新超人连中三元 超人养的就是灵兔 现在上品加二了 我想把它提升到真品灵兔 虽然这只灵虫是辅助 但是超人还是抵挡不了 这个又萌又可爱的兔子 灵兽先是常常会说一句话 灵兽比人更可靠 这只灵兔就会是超人坚强的后盾 好 这只灵兽比人更可靠的